大家好 我是愛元神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繼續給大家帶來崩壞星窮鐵道 皮諾康尼2.1版本最新成就攻略 重蜜探奇地獄低速公路 重蜜探奇夢幻的小鎮 注夢工業化 時鐘乍穴 狼伴歸途 重蜜探奇吃鬥人 接下來是這個地獄低速公路 我們一起打開地圖 大家來到克勞克隱私樂園最下方 哈努邦派基地這個矛點 朝著小基督左邊西方向往前走 這邊的話是狼之道 那麼這個成就呢 我們需要消滅所有的敵人 所以呢我們選這個電影模式第一關 因為這個最簡單啊 來開始挑戰 要把裡面出現的敵人全部打掉 一個不留 啊我們這邊右下角這個按鍵呢 就是消滅敵人 但他只能打生下的 大家看到這個槍 所以我們在上面的時候 打下面的敵人 然後翻個面 打上面的敵人 拿著這樣子來就可以了 這一關呢 速度很慢 進度呢也不長 每一個敵人大家都不要漏 好 非常簡單 拿到這個成就 那我們去下一批再見 拜拜 好我們這一批呢 跟大家說一些比較雜向的 也是在這個重蜜碳其中的這個成就啊 那首先是這個夢幻的小鎮項目樂園 大家在做這個主線的時候啊 第一次進到我們這個招路公館下方 這一個城市沙盤裡面的時候呢 就可以獲得了 然後祝夢工業化這個成就啊 然後祝夢工業化這個成就啊 大家在做做完這個外包工這個支線任務的時候呢 也可以完成 然後時鐘炸雪這個成就啊 大家首次用這個火箭筒擊敗怪物 就是哈魯兄弟啊 變成哈魯兄弟之後 用火箭筒擊敗怪物就可以獲得了 然後狼伴歸圖呢 就是大家做完了全部的哈魯兄弟啊 這個的話 大家跟我的寶藏片跟完了就可以獲得了啊 就可以獲得啊 那就是這一些雜向成就 這個一個個的開一個合集 我感覺也不是太合適 所以在這一批給他放在一塊 和大家都說一下啊 這些成就大家在做做完主線 做完支線 做完寶藏片之後呢 就是順路都是可以自動獲得的 好那我們去下一批再見的拜拜 好那我們這一批呢是吃豆人這個成就 我們打開地圖 大家來到克勞克隱私樂園隱城大門這個錨點 朝這小區左邊西方向筆直往前跑 走前方右前方這個門口 大家看到右前方這個門口 這個門進來之後呢 這邊會有一個 這個 拼圖啊 我們靠近這個拼圖之後呢 會觸發一段對話 它的碎片啊 會散落到這個底下的迷宮裡面 那我們朝這小區右邊東方向往前走 走出這個門口之後呢 左拐 再左拐 從這個小門走 如果說大家這個小門做主線任務的時候沒有跟著我一塊開的話 我們從上方 倉鼠球樂園這個錨點啊 一直走到 大家看到我鼠標滑的這個地方 這個氣泡彈珠 啊我們做這個氣泡彈珠回來 啊就可以來把這邊這個門打開了 好 那我們這邊繼續往前走 前方要進入到這個迷宮裡面啊 我們去拿這個碎片 迷宮入口進來 首先是第一個碎片 然後朝前方 大家看到這邊這個缺口 我們走過來 好 向右前方接著走 拿到第二個碎片 然後呢 左拐 走到下一個路口 下一個路口呢 朝著我們的小居右邊東方向這個口接著往前走 然後左拐這個缺口就可以拿到我們的這個碎片了 大家想打的話自己打掉也行 好 解完這一個來 回到我們隱城大門這一個矛點 直接往前跑 過去把這個拼圖給他拼上 右上角這個拼圖拿起來 大家看到放在這個地方 右邊第二塊拼圖放在最右下角這個地方 好 右邊第三塊拼圖啊 放在我們這個最左邊這個地方 然後轉兩下 右邊第四塊拼圖拿起來放在右上角 好 左邊第一塊拼圖放在最上方 左邊第二塊拼圖放在左上角這個地方 左邊第三塊拼圖拿起來 放在這個最下方 轉三下 好 最後一拼圖放一句就OK了 那拼完之後呢 還是一樣的 朝著小居右邊東方向我們往前走 然後前面左拐再左拐 前方這個紅毯一路走到底 那這一次進到迷宮 大家看到就有很多這個可破壞物了 我們把這個東西全給他打掉 好 這邊轉彎進去大家看到 確認一下沒東西了 接著過來踢這個藍色 全部踢完就可以拿到這個成就了 好 好那我們繼續下個比賽剪輯拜拜 記得關注再走哦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